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尼醫師 我們常常在這種醫療的影集或電影裡面看到 一些很高科技的醫療器材或技術 大家都以為這個只有Elon Musk可以發明 NO 其實在我們台灣也有一個單位 默默的一直在發展新的醫療器材技術 甚至跟高科技結合 讓我們以後的病人能夠得到更好的治療跟照顧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公研院的經理李若萍經理 李經理好 王醫師好 從小聽公研院三個字 我都不知道公研院在幹嘛呢 公研院是在做什麼 然後他跟公研處應該沒有關係吧 沒有關係 公研院的話是在做一些比較創新科技的開發 然後去加值到國內的產業 能夠讓國內廠商他們可能對這個領域的技術 或是產品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從公研院這邊的一些既有的技術的基礎 然後跟一些後續一些驗證的補導的情況之下 能夠把這個技術變成真正可以用的產品 這樣子 所以也不是只有醫療嘛 就是各個產業都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所以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 跟醫療相關的熱消融的智慧色品熱消融系統 當初是醫生問你嗎 說欸我覺得我們這器材不好用耶 國外賣的都這樣子 都給外國人用的手太大了 我亂講的 可不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新的改良一個 其實有點這樣子的一個味道嗎 我們一開始在臨床上面有收到一些醫生的 就是回饋的資訊啦 就像黃醫師剛剛提到的 他們在使用上面其實 這個是有點微侵入性的方式 那所以在一些操作上面呢 不是那麼的方便 那要宣稱他是微創的話 其實過程中還是會有一些困難點 需要做一些控告這樣子 所以我們他就是 提供一些技術的方案來幫忙醫生這樣子 先解釋一下呢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熱消融是什麼就是 以我兒科啊 我不是外科 所以講錯了你要糾正 譬如說肝臟長一個腫瘤好了 那我們想讓他變小 然後之後再看看怎麼辦這樣 可能知道把他挖掉或者是怎麼治療 可是他太大了 那我們就是戳一根針進去嘛 然後熱消融嘛 顧名思義就是把它變花枝丸 然後就煮熟這樣 然後這個腫瘤基本上就整個 還有活的腫瘤細胞的地方就變少了 那之後就看要進一步要怎麼做嘛 不過現在磷床基本上還是會希望 就是把它整個完整的燒乾淨 就不是只是花枝丸 旁邊還要有那個枝心 不是起司要把它都燒 這個在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 好像就有這個東西了 色瓶熱消融大概在1990年代 其實就已經有在 因為我們從一些資料看到 或者臨床上面就看到 就已經有臨床在使用了嘛 剛剛有提到我們其實是 根據一些臨床的他們的需要 那再去把這個原本的這個 色瓶熱消融的系統呢 去加上一些更好的一些功能 第一個的話就是像我們 提供一個影像的功能在這個系統裡面 因為它是只有 醫生只能把一根針就這樣 經過體表然後去穿刺到這個腫瘤的位置 就知道腫瘤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針要用什麼角度 然後要插到多深 這個其實蠻需要經驗的 然後有一個學習的曲線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要做把影像放到這個機器裡面 是因為我們除了讓醫生可以 就像之前那樣看著畫面 然後去做這個入針之外 其實透過影像其實我們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資訊 像我們可以去 限制一個安全的範圍 讓醫生知道說他 如果一旦超出了這個範圍 其實就會 可能穿刺到別的部分的一個 健康的阻止這樣子 對對對 另外一個就是 影像的話可以提供在 燒完變成花枝完之後呢 我可以知道這個花枝完旁邊的這個 就是 就是 足夠去覆蓋到整個腫瘤的這個範圍 有沒有去影響到旁邊可能有一些血管啊 或者是 超出這個肝臟 因為我們通常是坐在肝臟的腫瘤的部分 那有沒有去超出肝臟的邊界 可能會旁邊有一些其他的器官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們這個影像 可以去幫醫生計算說 我現在燒的這個範圍 花枝完多大這樣子 就有點像是我們那個 汽車的系統有那個所謂的什麼 鳥看 就是他其實有一些運算的 就是即便你沒有一個攝影機在你頭上 但他會把你變得好像 就是走在右看上看下看 你的車在什麼位置那種感覺 會讓醫生更好去包含 剛有提的嗎 術前他怎麼去做這個路針的動作 跟術後他怎麼去確認有時候乾淨 這樣子 這個系統就可以直接幫醫生做完 等於是這個系統就是 Made in Taiwan 對 現在主要是 肝膽腸胃的外科醫師 會是有這個系統 我偷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最近跟我老婆在看一個 錄劇 追劇 那個劇裡面是一個心臟外科醫師 然後是天才 少年外科醫師 然後在開刀的時候就很創意 會用一些奇怪的器械來開刀 然後他就突然掏出一個 湯匙 他就說因為這個地方 轉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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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湯匙的形狀剛好剛好 然後旁邊你就哇 讚嘆這樣 我邊看我就跟我老婆說 這湯匙就算有消毒過 這樣子沒有經過FDA認可 這樣直接開刀用是不是會被告 會被告嗎 應該會 會吧對不對 所以也不能熱消融 我今天公園院做超棒就直接用 你要經過認證安全性 是的是的沒錯 湯匙都OK 算是這是 國產第一台 所以其實有很多包含 原件可能另外再講 法規驗證這一塊 其實因為國內還沒有這個系統 所以其實很多驗證單位 可能大家比較熟知 什麼SGS 這種在做一些認證的單位 它有一些 項目其實它是有的 但是在測試環境上面 是還是欠缺的 在這過程中 我們還是 用我們一些技術的能量 去幫國內一些驗證的項目 去把它建立起來 這樣子 對 所以也是就幫這個 我們計轉的這個國內廠商 可以拿到就是這個法規的認證 所以你們當初在證明這個東西 既有效又高科技又安全 你應該也是拿動物的 豬肝嗎還是 對 豬肝然後牛肝這樣子 對那法規還規定要去有肌肉 燒過肌肉 然後燒過腎臟這樣子 對不起 偷問一下 它燒完之後是不是就可以吃了 其實是可以吃 對 應該很香吧 這個豬肝味也太香了 對 而且我們是從合格攤商拿來 買到後面那個老闆就會問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需求這麼大 這麼缺血嗎 對 全部都是生理期待 今天全部人都要補血 對 真的太好笑了 那這樣的一個認證是否可以以後 飛臨台灣到國外去讓其他國家的醫生也可以用到這個熱消融的進去 我們希望這個國產的產品可以進軍到國際市場 我們當然是先往那個我們臨近的一些亞洲的國家來做推動這樣子 對 我們未來可以從其他國家的這個醫療劇裡面趕快可以看到 對 這個是台灣來的智慧社評德消融 好期待 可是醫生如果有這個需求跟你們講 那他又不會出錢幫你們研發 那你們經費哪裡來 我們其實這道需求之後 有在經濟部技術室的支持之下這樣子 所以去進行這個 所以是我的錢就是了 對 沒錯 那就一定要用了 不要不要不要 賠賠賠 能不要用到最好 多重因素之下 就是團隊其實是很努力的在產出這個國產的這個產品 然後確實可以提升醫生使用的那個便利性啊 跟一些準確性的病分 最後能夠造福到國人 所以就就是沒有浪費到納稅員的錢這樣子 我還想問一個問題 那剛才像我自己也只想到的就是肝臟腫瘤 那未來這個技術還有在其他的腫瘤 或其他的地方可以使用嗎 還可以用在甲狀腺節節 哦 這麼小 它的那個電極針 我們是有特別設計過的 哦 就是有L有M有S有SS 對對對 是是 沒錯 所以很小的也都可以用 對 現在醫院都是有機器手臂嗎 他會跟機器手臂結合嗎 剛剛有提到在這個系統 醫生在做穿測的時候 需要有超音波的影像的輔助嘛 有些醫生呢 特別是屬於放射科的醫生 他們習慣用的可能是CT 對 或是說另外一個角度講需求就是 有些腫瘤他其實比較深 那超音波可能會看不到 那需要透過像CT就是電腦斷層的影像 去把去看到那個腫瘤的位置 For這個電腦斷層導引的色品消融系統 我們有去開發一個可以去取代醫生 因為如果是在CT的導引下的話 醫生就要在那個放射室裡面 這樣子來來回回 因為他不會一次倒位這樣子 對他可能進去穿刺 然後出來看一下影像這樣 然後就一直這樣重複的拍攝 所以這一塊就會變成 醫生跟平原都會曝露在一些 無色的疑慮上面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有做一隻手臂 就取代醫生必須要進去去持真的那隻手 我們可以在外面去控制那隻手 然後也在外面看到影像了嘛 所以去 可能根據影像 然後去看這隻手的角度 跟他每次穿刺的速度跟深度這樣子 因為這個東西有點太專業了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專業的部分就到此了 我最後想問就是 比經理當初怎麼會進到一個這麼高科技的團隊裡面 你是電子的背景還是醫學的背景 也讓我們的一般的學生們可以知道說 喔原來我學這個東西 以後可以用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個人的話是比較偏 醫療跟生物背景的這樣子 我大學其實是物理資料師這樣子 OK OK 在醫療這塊其實我們也會用到很多的儀器設備這樣子 那影像設備也會有 所以其實在學程過程當中 大致上對一些基本的這種原理都會 需要去學習指導這樣子 對才有辦法去 take care of 病人這樣 後面就是 因為自己本身喜歡做一些研究啦 對 然後可能也過去有一些在醫院補過的經驗 所以覺得有一些器材的確 就像我們聽到醫生跟我們講的 是需要做一些改良的 怎麼樣讓除了病床也好操作之外 病人也不會去接受到一些 額外的一些傷害這樣 或是一些副作用這樣子 對 所以就會剛好 就是知道關心聲音所有 有這樣子的一些團隊在做這樣的開發跟改良 所以就 就是有一股熱情就 驅使自己一直往這個方向去走 你覺得我們這個醫療背景的 跟IT背景的溝通 會不會需要磨合一段時間 我覺得會耶 可能比較幸運我剛好就是都會 養成背景都會跨到一些不同的領域這樣 所以我好像就是可以變成大概一個 中間的戒指這樣子 對對對像我們團隊裡面 就是有一些人專門就是在做一些電路的 所以他們就會很專注在做他那些電子元件 怎麼樣去設計啊 然後怎麼樣去做測試這樣子 對那他可能對後面 我到底這個能量輸出之後 對對於醫生有沒有幫助 還是對病人有沒有幫助 他其實 對對對 我只要我做的東西完美就好了 對我在工程到在示波器上看到那個波形是漂亮的 這樣就好了 在中間還是有一些 譬如你這個波形很好看 可是你到底要多強 那你到底是要屬於 就輸出的模式到底要怎麼樣 才會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這樣子 對所以就會需要 我們可能稍微有一些 跟臨床標相關背景的人 去做中間的一個溝通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李經理 帶來這個智慧射頻熱消融的 這個機器研發的這樣的一個心路歷程 然後也很高興現在MIT的這樣的一個器材 可以用在病人身上 也可以未來可以用在其他國家的病人身上 希望可以造福大家 你的孩子如果以後對這方面 不管是生醫科技這方面 或者是中間人 這樣一個斜槓人生有興趣的話 今天這一集希望也對大家能夠有收穫 謝謝李經理 謝謝 喜歡我們頻道可以訂閱按讚跟分享 我們幫你健康獎 然後也可以記得按下 超級感謝給我們製作團隊支持跟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